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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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一些合影照 都是很小的黑白照 模模糊糊照得不轻 孙婆婆却能认出来 用指头一一笔画着地念着人名 其他人我没记住 单单记得一个叫疯子凯的 因为我们班上有个大傻子 名字里也有个凯字 我记住了这名字 索性就把它作为绰号取给了班上那位 天天疯子凯长 疯子凯短 许多年后 我才知道 人家叫做疯子凯 我才是那个傻子 孙婆婆住的电影院 有不少乡野传说 穿得很广很开 据传 电影院那块地是旧时代的刑场 相避人的地方 斜得很 听老辈人讲 六十年代修建电影院 深更半夜 远远的常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影 在屋架上走来走去 带到走进了戏看却什么也没有 比起大晚上的在街头乱逛 人们更情愿窝在家里看电视打麻将 电影院没生意 自然打样的也早 往往八九点钟就闭门谢客了 那年月缺点 节水节电是从上到下的政策共识 县里先少有霓虹灯 即便有 店家在打样之后也会自觉把灯关掉 电影院当然也不例外 穿过空无一人的院前广场 夜半的电影院静悄悄地住立在黑暗深处 黑压压看起来格外破人 再加上那些怪谈传说 别提一般路人了 连街上的流浪汉都避而远之 有一天 我跟着我妈 到一个驻日杂公司家属院的同事家里吃饭 具体什么时候我记不住了 应该是个秋冬时节 天黑的早 七八点钟的光景天就全黑了 吃完饭 他们几个人简单收拾了 就着餐桌打起了麻将 我不懂麻将 看着无聊 昏昏欲睡 突然想到孙婆婆住在附近 就想去她家玩 那时候我跟孙婆婆还不熟 出去看脚的那次就只陪着阿威去过两回 基本算是半个陌生人 不过我小时候脸皮挺厚的 打过照面就觉得是熟人 讲过两句话就成了朋友 潇潇洒洒走东家闯西家 换现在 尴尬爱都犯了 真是越唱越怂了 从家属院到电影院宿舍楼两脚路程 得穿过一条巷子 没有路灯 走夜路黑洞洞的 让人有点无处下脚 得小心提防 会不会踩到夜市 好不容易摸过巷子 到了电影院宿舍楼就好了 门厅里有盏昏黄的白尺灯 走道里忽闪忽闪的也挂了两盏 虽然照得不清 看路还是不成问题的 爬上楼梯 我摸到孙婆婆家门口 叫了半天门 却无人应声 门缝里也没有灯光渗出 我以为孙婆婆不在家 幸幸然正准备回去 就听到枝嘎一声隔壁宿舍的门打开了 小孩子天性好奇 我看半天没人出来 房间里还黑灯瞎火的 就伸着脑袋往门里面望 借着走廊的微光 大体能看到屋内陈设 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杂物 靠近门的位置摆着一个煤炉 有个火钳挂在炉子边上 我自小不怕黑 胆子也大 好奇心还特别强 就想进去看看 可刚抬脚还没迈进门 就突然一把被人拖了回来 当时差点没把我吓死 挣扎着回头去望 就看到背后穿着秋衣 一脸黑线的孙婆婆 孙婆婆也不说话 拽起我的胳膊 拖着就走 一把把我丢进自己家 反手锁上了门 我以为吵了孙婆婆睡觉 她生气要打我 心里打鼓 准备随时夺门跑路 孙婆婆却没生气 按亮了客厅的灯 一边拉过来把椅子让我坐 一边问我 怎么大晚上的一个人跑她家来了 我赶紧解释 把我妈描述成一个 为了赌博儿子 都可以不管的后妈 孙婆婆听得连连择嘴 说麻将没意思 她一辈子都不打麻将 转头回礼物 披了件衣裳 出来时 还给我拿了建立宝 跟糖果瓜子 我一看 不仅没挨骂 还有这么丰盛的招待 马上得寸进尺地 要求看电视 孙婆婆哭笑不得 没见过脸皮 这么厚的孩子 满口答应着 给自己也倒了杯茶 打开电视 坐我边上一起看了起来 记得当时 好像在播曲院杂谈 落丧的小品 孙婆婆一边看一边笑 时不时的 还跟我聊几句家常 问问我爹妈 爷爷奶奶的近况 也不知道看了多久 就听到门外有动静 先是传了一声 很响的关门声 接着就听到 有人走路的声音 走到扑了木地板 年代太久 好些地方都变形朽烂了 人踩在上面 嘎吱嘎吱的 很暗牙 很沉闷 想过几声之后 声音凭空就断了 也没听到有人走远 或者下楼 我没多想 一看时间不早了 怕我妈找我麻烦 就跟孙婆婆告辞要走 孙婆婆怕我一个小孩子 走夜路不安全 执意要送我 挥礼物换了身外穿的衣裳 也不等我 从门口携盒取了钥匙 招呼我一声 就先开门出去了 孙婆婆收手长长的 步履飞快 比年轻人还皎洁 我摸摸索索 勉强跟着他下了楼 刚出大门没走多远 就没看到他人影了 我四下里张望 黑漆漆的 什么也看不见 就有些不满起来 觉得老太太不靠谱 说要送人 结果自己一溜烟先没影了 亏我还等他换了半天衣服 不过 等我回头再往宿舍楼看 却发现 孙婆婆还站在宿舍楼门厅里 灯光瓦树低 昏黄昏黄的 看不怎么清楚 看我回头看的 孙婆婆伸手摆了两摆 也不知道是挥手还是招手 我想起来 剑力宝还没喝完 望在孙婆婆家了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到了这茶 去给我拿饮料了 这么想着 我就掉转头往回走 越走越觉得奇怪 巷子黑过隆隆的没有灯 孙婆婆居然能看到 我回头看的 到底是怎样的火眼金睛啊 没走几步 就听到背后有人 在大声喊我 阿夏 阿夏 大晚上的谁喊我呀 我不敢应答 回头去看 就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在我身后快速走过来 我开始有点害怕起来 掉转头准备拔腿往宿舍楼跑 突然一只手拍在我脑门上 就听到孙婆婆扯着很大的嗓门 在我耳边吼 你聋了呀 喊你半天听不到 我吓了一跳 不明所以 孙婆婆刚不是还在宿舍楼吗 怎么一转眼就绕我背后了 也不容我细想 孙婆婆拉起我的手 转头就走 走得飞快 扯得我膀子痛 勉强小跑着才能跟上 边走孙婆婆还边埋怨我 说我磨磨唧唧的 让她等了半天 原来孙婆婆走路快 走到前面巷子口 看我没跟上 就在那里等我 左等右等等了好半天 就是不见我来 担心我出了啥事 只能折返回来 就看到我傻了巴唧的 居然再往回走 喊人也不应 跟个傻子似的 听到这里 我汗毛直竖 就觉得鸡皮疙瘩 从后腰一路顺着几两股 爬到了脖梗 手心里全是汗 牵紧孙婆婆的手 梗着脖子不敢回头 孙婆婆还在 喋喋不休地吐我的槽 吐槽我的同时 还不忘夸我妈两句 说我妈这么激励一个闺女 怎么生了我这么一个 呆头呆脑的儿子 长得像我妈还挺好看的 可惜却是个二百五 这一定是继承自我爹 我没应声 只管走路 或许是察觉到了 我的不对劲 孙婆婆话说到一半 突然打住了 也用力牵住了我的手 夹紧了脚步 一步无话 孙婆婆把我送到 我妈同事家楼下 再三告诫我 大晚上不要一个 在外面瞎晃 小心人贩子 我心里害怕 支支吾吾的 连招呼都没打 就赶紧顺着楼梯 一路往上狂奔 跑远了 还能听到孙婆婆 在背后喊我 小心点别摔倒了 回家以后 我把这是跟我爹妈讲了 他们笑我胆子小 黑灯瞎火的看错了 肯定是把哪个邻居 看成了孙婆婆 我一想也是 我确实没有真切看到 那个人是什么样子 就先入为主的 觉得是孙婆婆 小孩子还是天真 我也没有细究 这事的怪异 马上就觉得释然了 居以全消 就觉得孙婆婆家挺好的 没人跟我抢电视 还有饮料喝 简直就是天堂 自那以后 也不管阿威在不在 我逮着机会 就往电影院老宿舍跑 那时候 我并不知道 整个电影院老宿舍楼 就只有孙婆婆一个人在住 对那些奇怪事情 也不太敏感 否则借我一百个胆 也不敢成天往孙婆婆家跑了 更不敢在她家留宿 孙婆婆住的宿舍楼 在电影院左翼 一楼既是宿舍的门厅 也是影院的观众厅 爬上那段嘎吱作响的 木楼梯到二楼 有一条长廊 光线不好 大白天都是昏昏暗暗的 长廊一侧是放映厅外墙 另一侧并排着几间宿舍 孙婆婆住在左手靠楼梯的第一间 说是一间 却也不太对 用套形容或许更好 房子的格局很简单 甚至可以说是简陋 一居是 进门是客厅 左手一间卧室 没有厨位 上厕所得取走廊尽头的 公共卫生间 公共厨房对着厕所 在长廊另一段 很大 被孙婆婆征用成了 做包子的火房 孙婆婆家的陈设也很简朴 都是些陈年的老物事 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挂在客厅正中墙上的画像 却格外醒目 画像两边还贴有对联 字体娟秀俊一 不同于粗犷的草书 我认不清 哪边是上脸 哪边是下脸 只记得 左边是广阔天地炼红心 右边是扎根基层 置不移 没有横批 孙婆婆说想 可以保宅安家正轨驱邪 比任何悬门法器都管用 我是第一次听到 还有这种说法 觉得很新鲜 果然在伟大领袖的光芒照应下 一切牛鬼蛇神 都是直老虎啊 不过后来听阿薇讲 她偷偷把画像掀起来看过 里面贴了一张很大的八卦图 上面还乱七八糟地写满了字 跟鬼画符一样 孙婆婆在老宿舍一住就是几十年 挺满意的 她说这里清静 适合养老 闲杂人等很少来 但我却觉得这跟地方无关 那些不愿拜访的人 并不是因为怕鬼 纯粹是怕这个比鬼害凶的恶婆婆 孙婆婆是出了名的不好客 过年上门铁肤子的乞丐 都可以被她抡着扫把打出半条街 不过不知道为何 也许是因为我妈的缘故 孙婆婆待我一直都是友善的 虽然常去孙婆婆家晚 我却是并不愿意在她家留宿的 原因无她 住孙婆婆家实在不方便 一时一厅的房子 只有礼物一张床 后来阿威常来住 孙婆婆就临时在客厅加了一张铺 四个方凳放到搁在地上作为支角 上面放块木板 垫上蓄子就成了一张床 这临时床铺睡着实在不舒服 又窄又硬 即便是两个孩子睡 也显得有些拥挤 睡在铺上还不能乱动 翻个身动静大了 底下的板子咯唧咯唧 就会发出很大响动 吵得人睡不安稳 这些倒还好 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 得出门去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 我倒是不嫌麻烦 不过孙婆婆却有禁足令 电影院关门以后不让我们在外面乱跑 连公共卫生间都不让去 还给我们拿了个檀鱼 好端端的厕所不让上 却让我们用檀鱼 不仅是我 连阿薇都觉得孙婆婆有些过分了 电影院只在周末的晚上 回家场次放映到八九点 平时六七点就关门了 很多时候天都还没黑呢 不过他却不以为然 美其名曰保护祖国的花朵 免得我们被人贩子拐了去 出门去个厕所的当口 哪来人贩子啊 摆明了孙婆婆在糊弄人 更过分的是 孙婆婆自己从来不用谈语 不管几时几点如厕 都是去外面的公厕 我们要跟着都不行 我私下里跟阿薇讨论过这个事情 觉得一定是孙婆婆 旧时代的地主精神在作祟 欺压劳苦大众 把这厕所不让别人上 不过要这么说的话 孙婆婆在白天 却没有这些管制 奇怪得很 我实在不喜欢用谈语 拨口太小 尿不准 很容易尿出来撒地上 然后就会遭受孙婆婆 喋喋不休的言语攻击 跟精神污染 一来二去 我晚上就不愿意带孙婆婆嫁了 眼瞅着快到电影院 闭门歇夜的点 就赶紧跑路 有时候玩得忘了行 没注意时间 尿以上冲 我就憋着 留到回家路上 在巷子里解决 让我暖心的是 晚上回家 孙婆婆一定会把我送下楼 以至送出宿舍楼的大门 回回不落 连阿威也没享受到这种待遇 那时候我蛮以为是孙婆婆疼我 没多想 后来回想起来 这些是透着一股 捉摸不透的诡异 我喜欢到孙婆婆家玩 不光是因为能蹭到免费的饮料 更因为能蹭到免费的电影 我说的电影不是指电影频道转播的那种 是正儿八经院线正上映的电影 宿舍楼二楼走廊一侧是宿舍房间 另一侧就是观影厅的外墙 对着走廊开了不大的窗户 我和阿威最喜欢扒在窗口蹭电影看 小窗口虽然观影视角不好 声音也闷闷的含混不清 我们却已然心满意足了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 没有DVD蓝光 连叠屋这个线下已然没落的行业 都还没有起步 除了电视上偶尔的陈年老片 看电影只能去电影院 电影票不便宜 大人们看电影也鲜少会带我们 我们这种小屁孩看电影的机会很少 每每看了新片 我和阿威就会把电影的情节 眉飞色舞 天花乱坠地跟小伙伴附属一遍 他们也爱听 总围着我们听故事 是我童年的一件乐事 有一个周六晚上 我和阿威放学后 又去老宿舍蹭电影看 周六晚上观影的人多 回家一个场次 一直播映到晚上九点 那天放的是阿诺斯瓦辛格 主演的真实的谎言 看得很然 我和阿威都很兴奋 电影散场影院打烊了 我们还窝在孙婆婆家讨论剧情 不知不觉忘的时间 孙婆婆一般睡得早 每天作息都很规律 晚上八点半睡 早上四点起 周末会晚一些 倒不是怕电影演场声音嘈杂 只是要招呼我们两个小家伙 特别是雷打不动的 要送我下楼 我们两个兴致颇高 聊得忘了心 等到孙婆婆提醒的时候 已经十点多了 我当时还一犹未尽 想着第二天是星期天 就不想走了 想在孙婆婆家蹭一晚上 孙婆婆带我向来极好 对我的各种厚脸皮要求 都无限宽容 马上就找来电话本 跟我妈单位打起来电话 我妈单位那阵子正遭贼 有人三番几次地 趁夜溜入单位仓库 到了不少东西 公安的不顶事 做过笔录 提醒一些注意事项 以后就不管了 毕竟是国家财产 我妈作为部门领导的带头首页 正闹得心烦 孙婆婆这个电话来得正及时 可以不用送我回家了 忙不迭地称好答应 巴不得赶紧甩掉我这个脱油瓶 就这么着 我不知道第几次地 在孙婆婆家留宿 结果这一次 却碰到了邪护士 前半夜相安无事 孙婆婆招呼好 我们两个就回礼物关门睡了 很安静 一点憨声都没有 我跟阿威躺在外屋的临时铺上小声聊天 聊得困了就睡了 背后板子隔音背不舒服 也魂不在意 晚上喝了不少饮料 睡到后半夜 我被尿憋醒了 爬下床的时候 动作大了些 床板咯吱咯吱作响 把阿威也吵醒了 阿威也有尿意 跟着我起身下了铺 我们打亮灯 满屋子找谭云 找了一圈都没看见 就觉得谭云是不是放礼屋了 礼屋房门关着 也不好吵扰老人休息 我就跟阿威提议去走廊外的公厕 阿威是个老实孩子 孙婆婆告诫过 入夜后不准出房门 她执意不肯 我却不以为然 觉得孙婆婆威严耸听 公厕就在二楼走廊尽头 楼都不用下 哪回好巧不巧的就碰到人贩子 人有三级 越想人越憋不住 阿威听我说的在里 也不管那么多了 两个人轻手轻脚地开门溜了出去 夜深人静 走在幽暗的长廊上 头顶上的白驰灯 忽闪忽闪的 还有电火花噼里啪啦的声音 脚下木地板的嘎吱声 听来也格外地响亮刺耳 阿威觉得害怕 牵着我的一脚缩在背后 走得很小意 搞得我也又觉得有点心里发毛 想到孙婆婆三番几次地叮嘱 神经紧绷 总觉得哪个暗角会杀出人贩子来 好不容易挨到厕所 等到我对各个隔间进行了地毯式扫荡 发现确实是没有人后 心裁算是放了下来 更加觉得孙婆婆是夸大其词 不就是晚上上个厕所吗 多大点事 居然还整个谈鱼出来 连阿威也放松了下来 两个人悠悠然边聊今天的电影边 解决问题 解完手洗手的时候 还顺便在洗手池边上 捡到了谈鱼 肯定是孙婆婆倒完谈鱼 忘记拿回屋了 回城的路上 我们拎着谈鱼边走边聊的 之前阴森诡秘的气氛 一下子就没了 两人脚步就轻快了许多 三两步就走回了宿舍门口 正准备进屋 就听到有人在很大声讲话 我和阿威一下紧张了起来 怕孙婆婆醒了 把我们抓个现行 不过再仔细听 却是男人的声音 那种老式的播音枪 就是广播体操里预备器 12345678 那种很精神很运动的枪调 早年院线播放的电影 都是配过音的 很少有原声电影 那时候的配音 讲究的是铿锵有力 自证腔源 我们经常蹭电影看 对着腔调很熟悉 一下子就兴奋起来 觉得是不是周末架了场次 之前也听人讲过 大城市的电影院 会有午夜场 时代的春风 是不是挂到我们小县城了 这么一想 我和阿威马上按捺不住了 也不管现在几十几点 马上扑到小窗口前 打开窗户扇往里看 我们一开窗 说话声马上戛然而止 观影厅里黑洞洞的一点光也没有 不像在播放影片的样子 我们觉得奇怪 是不是影院的工作人员 发现我们在偷看 就把投影机关了呀 我和阿威赶紧缩起脑袋 蹲了下来 心砰砰直跳 等了好半天 还是没听到播放电影的声音 我们爬起来 重新趴回窗口去望 观影厅里还是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正子狐疑 突然就听到有人轻壳立声 接着就传来啪啪啪啪的声音 响成一片 好像是很多个人在鼓掌 这下我更奇怪了 正准备伸着脑袋往窗户里面探 阿威却一把把窗户关上了 插上了插销 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看阿威掉 转头往屋里狂奔 我也跟着吓了一跳 拔腿就跑 两个人冲回宿舍锁上房门 蹬也顾不上关了 赶紧爬上窗 直到这时 我还是不明所以 以为是我们偷看电影的事 被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抓包了 这就麻烦了 我心烦起来 被发现了就惨了 这个窗户说不定会被电影院封上 那我们以后就再也蹭不到免费的电影了 越想越觉得真切 电影院一定是发现有人偷看电影 放了一半 故意停播了 我找阿威讨论之事 却发现阿威蒙着头 躲在被子里缩成一团 身子还在瑟瑟发抖 我问他什么都不吱声 我也懒得理他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想着怎么能完美地解决这装饰 正想着突然就听到门外有动静 咚咚咚咚的 好像是敲击玻璃的声音 我就想下床出门去看 却被阿威在被子里死死拽住了 他也不说话 就是死死拽住我胳膊不撒手 声音持续了一会就消停了 我觉得阿威有时瞒我 刚准备把被子掀开 找阿威问话 就听到一阵更像的敲击声 声音很闷很沉 像是什么重物砸墙的声音 早年的砖混结构房子墙 都气得特别厚实 手锤到上面就是这种声音 却远没这么想 不是敲我们宿舍的外墙 像是有人在使很大力气 在敲关影厅的墙 万来俱寂 敲击声回荡在门外的走廊上 特别想把孙婆婆都惊动了 孙婆婆气势汹汹地从里屋出来 手上拎着阿威爸爸 给他用钢筋凝成的称衣杆 走两步在地上敲一下 像电视里发海的法杖 打开房门对着外面 就大声开骂起来 别的话我记不太清楚了 但有一句印象却特别深刻 深更半夜的你们敲什么窗户 孙婆婆说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整个头皮都炸开了 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阿威再怕的到底是什么 赶紧把头缩到被子里 走廊除了那扇面向观影厅的小窗 哪还有别的窗户啊 而且走廊在二楼 窗外对着的是观影厅的调空 这么高 怎么可能有人能在观影厅里 敲到窗户啊 孙婆婆骂声一起 外面的动静就消停了 一下子又变得鸦雀无声 就听见孙婆婆的回声拖着长音 在走廊里经久不绝 骂了一阵子 孙婆婆怒气不消 就听见他拿一杆砸抢的声音 一边杂唤一边骂 叫你们不消停 叫你们不消停 我和阿威都被吓傻了 两个人蒙着头 躲在被子里 大气都不敢出 哪还敢出去敲究竟 孙婆婆敲了好久才停 锁上门过来敲我们 把手伸到被子里 再往头上摸 让我们别害怕好好睡 门外有个疯子吵吵 被他赶跑了 阿威吓到了极点 一下子哭了出来 哭得歇斯底里的 孙婆婆怎么劝都止不住 只好把阿威抱到里屋 跟他睡 孙婆婆知道 这时候让我一个睡 肯定会怕 就跟我说外屋有画像 有的守着外面 那些坏人不敢进来 我怕他要死 就让孙婆婆 别关里屋的门 好歹有什么情况 孙婆婆可以及时出来救我 孙婆婆让我放心睡 他今天晚上不睡了 给我们守夜 然后就回里屋了 外屋灯都给我留着 经过这一出 我根本不用睡了 把身子缩到墙边 全身上下紧紧裹在被子里 就留了眼睛的缝隙 死死地盯着房门 生怕稍不注意 外面就有什么会闯入屋内 再联想到孙婆婆之前的种种怪异 肌皮疙瘩爬满全身 一下子就明晰起来 孙婆婆做的那些奇怪的事情 其实是在保护我们 至于从什么手上保护我们 我不想问 孙婆婆也不愿意讲 现在大晚上的 我也不想细究分析 总之 那晚我几乎一宿没睡 神经高度紧张 直到孙婆婆起床去揉面做包子 我才放下心迷迷糊糊睡着 自此 我就自觉了很多 也不等孙婆婆送 眼看到快天黑了 或者电影院播完电影要关门了 就马上告辞 有时候放假 阿威想留我在孙婆婆家过夜 我都尽量找借口拒绝 可这种适中规是不可能完全推掉的 毕竟我跟阿威太熟了 拒绝个一两次可以 不可能老是拒绝呀 所以我还是偶尔会到孙婆婆家留宿 一直也没在发生什么 直到一个起台风的夜晚 不记得什么时候了 反正也是个假期吧 孙婆婆出滩未归 就我和阿威两人在孙婆婆家玩 突然狂风打坐 天音了下来 外面一阵平平蓬蓬的乱响 转眼就下起雨来 阿威是个吃假的孩子 赶忙跑回李屋收衣服 孙婆婆的老宿舍没有阳台 就在李屋窗外置了根竹竿 当晒衣嫁用 我也跟着帮忙 去观客厅窗户 结果手忙脚乱帮了倒忙 把窗台上的瓷叠打翻了 瓷叠掉落碎了一地 我怕孙婆婆找我麻烦 赶忙收拾起残局 一边还跟阿威嚷嚷 车谎说风太大把 瓷叠陷落了 好容易忙完一通 我看阿威还没出来 进去李屋看 就看见衣服堆在床上 阿威垫着脚 还站在窗前 风裹着雨吹满一屋 窗台脚下都积了一溜水渍 我以为他磨叽 衣服还没收完 上前帮忙 却发现衣杆上早空了 阿威根本没在收衣服 只是趴着窗口 探着脑袋往左边望 一头一脸的水 我赶紧把他从窗台上 扒了下来 关好窗 给他找了条毛巾擦脸 对着阿威的头脸 一阵猛搓 正子搓着 阿威突然神秘兮兮地 来了一句 隔壁住了人 我不明所以 什么隔壁住了人 孙婆婆讲过 整个宿舍楼 就他一个人住啊 阿威就讲 说他刚才收衣服的时候 斜眼瞄到隔壁宿舍 也有人在收衣服 他这么一说 我也疑惑起来 是不是有乞丐偷偷摸进来了 之前闹的那些事情 会不会都是逃米的弄的 怕被人发现 赶出去躲在暗处 不敢见人 好奇心意气 我就跟阿威提议 咱悄悄到隔壁门口去 听听动静 反正大白天的 也不怕什么 注意点安全就行 阿威也不反对 前后脚跟我一起出了门 刚出门 还没抬脚往隔壁门口走 阿威突然闷哼一声 拉起我转头就冲回屋里 把房门上了锁 我云里雾里的 不知道阿威闹的是哪一出 却发现阿威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 吓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有了前面的许多经历 我也没那么二了 跟着紧张起来 赶紧问阿威 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了 阿威猛摇头 结结巴巴 用手指着窗户比划来比划去 就是说不清楚 说了半天 我才得搞明白 阿威说的 不是右边的那间宿舍 是左边宿舍 有人在收衣服 而左边却根本就没有宿舍 是楼梯间啊 听阿威讲完这些 我还是没明白 事情的奇怪之处 就觉得楼梯间也有窗户 有人晾晒衣服 再正常不过 就出门去楼梯间看 一看之下 我吓得头都木了 三两步冲回宿舍 紧锁上房门 楼梯间的窗户 开在中间平台上 要下一跑楼梯 跟孙婆婆卧室的窗户 根本不在平层 而且平台上堆满了杂物 把窗口遮了个严严实实 连点光都露不进来 孙婆婆没多会儿就回来了 看我们两个神经兮兮的 缩在床上 奇怪得很 我们就把事情前后 跟孙婆婆讲了 孙婆婆笑我们神经过敏 说是雨太大 阿威没看清 看到的根本就是 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 阿威听了就急了 直言不是 跟孙婆婆争 说她看得很清楚 是个男的 胳膊深的老长 光着个膀子 手背上烂了个很大的架 争来争去 也没争出个结果 不过气势上 应该是孙婆婆赢了 搞得阿威很不开心 不过这样一来 恐怖的气氛就没了 反正孙婆婆都回来了 什么都好说 还有有啥好怕的 一切如常 天气实在太差 四五点的公伏天就全黑了 宿舍的老窗户实在太破旧 被风吹的直响 就像要散架了一样 孙婆婆说起了台风 外面淹了水 怕我回家不安全 就跟我妈挂了个电话 让我晚上在她家里歇息 但明天风停了再回家 就去张罗晚饭了 吃晚饭 我跟阿威在外屋看电视 孙婆婆在里屋不知道忙啥 里屋有台缝纫机上 她有时候会坐坐鞋子 那那鞋底什么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门外传了一阵 叮叮咚咚的脚步声 脚步声很急促 从远及近 穿过我们门口 拐到楼梯间 顺着木楼梯 一通叮叮咚咚咚的下去了 脚步声很重 老木头一阵嘎吱嘎吱乱响 感觉都要被踩踏了 我们没在意 一边看电视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正聊着 那脚步又顺着楼梯 一溜小跑跑了回来 通过我们门口 往走廊伸出去了 这下我们不淡定了 我和阿薇面面相去 联想到白天的事情 心里都有点毛 平不呼吸 转过头望着门口听动静 脚步声还没停 咚咚咚又跑了回来 一同乱想的下了楼 来回往复了好几回 最后停在孙婆婆家门口不动了 这下可把我跟阿薇吓死了 大声嚷嚷着喊孙婆婆 孙婆婆带着个老花镜出来了 手里还端着茶杯 脸上都要黑出水来 显然他也听到了动静 瞅都没瞅我们一眼 镜子打开客厅门 对着走廊一杯水就泼了出去 旋即又把门关上了 我跟阿薇看了个真切 门口哪有半个人影呢 不知道孙婆婆搞什么名堂 阿薇受不了了 小声抽气起来 孙婆婆怕急了阿薇哭 转头换了腹笑脸 安抚我们说 刚才只是挑食野狗 窜进宿舍楼躲雨来了 让我们别怕 现在向来阿薇的智商应该比我还低 被孙婆婆哄着 竟轻轻点起了头 这么重脚步摆明不是狗的呀 野猪下山还差不多 虽然明白孙婆婆在骗人 我也没多言语 毕竟孙婆婆费好半天尽 才把阿薇安抚住 让她哭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比起鬼 我更怕阿薇哭 声音太尖细 听得刺耳 阿薇是没事了 我却有了心事 一晚上心神不宁 睡觉的时候 坚决要求睡里侧 悬缩着几道墙边 窗外的风声雨声 传到我耳朵里 就像是鬼哭狼嚎 阿薇睡得倒挺安稳 没多会儿 就能听到细微鼻息 傻人忧傻夫说的 或许就是这里吧 我迷迷糊糊地睡得浅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哭 一下子惊醒过来 仔细一听是阿薇的声音 我哀了一跳 赶紧翻下床 摸黑把灯打亮了 就看阿薇躺在床上 眼睛还闭着 轻声在哭泣 眼泪顺着眼角再往外躺 显然是被梦掩住了 灯光黄眼都没醒 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傻脑回路 一看只是做梦 也没惊动阿薇 关上灯爬上床 继续睡觉了 后半夜反而睡得很沉 一夜无梦 第二天阿薇说 他梦到窗外 有许多只手在拍窗户 密密麻麻的手印 爬满了整个窗户 不停地拍 拍了一整晚 他知道在做梦 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吓得在梦里哭 我当时心里发出 怕了好些天 总觉得这梦很可怕 后来回想却觉得 阿薇应该是在睡梦中 听到了风刮着窗扇的声音 才会做到这样的梦吧 好 好